大家晚上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最近天氣變化有時候蠻大的 很多人一直問我說 為什麼西南氣流會有一個偏折 事實上整個西南季風是很大的系統 從印度洋這樣過來 這個蔓延了大概三四千公里 像是一個大氣的河流一樣 它經過台灣的時候其實 差那麼一點點就差很多 這麼一點點最什麼大的 這個系統來說的話就是一點點 就是在一個誤差範圍裡面 所以這次來說的話老實說 不管是全世界最好的模式 在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 其實它的預測是真的經過很大的修正 之前都是這種西南氣流直接對套台灣 各位有沒有看 下禮拜整個水氣的方向 是針對到中國南方的 這邊有一道封面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當地就是美雨整個往上抬到長江流域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是未來的預測 從禮拜六開始其實還是有水氣 明天還是有水氣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端午過後到下禮拜二 整個水氣方向開始改變了 往中國南方移動 這邊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麼大的 就是太平洋高壓 這個太平洋高壓 就是我們夏季很大的指標 所以預期未來 這一陣子太平洋高壓 在端午過後就慢慢開始犧牲過來了 我們很快就進入夏天了 這個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進入這樣的特徵呢 就要看說 這邊有沒有擾洞 會不會變成颱風 所以我們很快就要進入一個 從這個美雨季之後 就整個換到一個形態過去了 所以如果以現在的資訊來看的話 今年真的沒有美雨封面來台灣 請大家 真的水資源的問題呢 下禮拜應該就會浮現了 那這幾天呢 其實這個水氣呢 都把台灣照住了 不見了 今天總算波銀見日 這個白天大家 應該很多地方都看到陽光 不過南部呢 像台南還是有蠻大的 這個對流性的一個降雨 有雷震雨發生 明後天這個還是有點 北上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 其實過去這個變化 這個呢就是第六號颱風凱米 往東北方向前進 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動 那台灣呢 風速有點大 有點涼涼的 但是還算還舒服 但是各位可以看 今天其實還是有些對流 在這個南部 這個地方發展 你看這個屏東 還是有些這個雨勢啦 雨勢 而且呢有些局部的對流 在中午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發展起來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小的特徵 這個呢老實說 很多人說 什麼自在性天氣 像這種小的呢 有時候都是會自災的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自災不是指全台灣都會自災 而是有些局部小地形的 所以請大家有時候 看氣象的時候 不要只看熱鬧 一定要看門道 各位可不可以看 其實整個環境呢 未來在禮拜天 還是有些水氣會來 這個呢不是像 過去這幾天的西南氣流 這個是小了一點點 小耗一點點 但是南部呢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震雨發生 頻率比北部高 北部呢相對的都很晴朗 都很晴朗 那有時候山區也是容易 有一些偶陣雨 大致算是偶陣雨型的一個天氣 所以明天呢 南部要留意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這個雨勢 特別是台南高雄屏東 到台東 其實都有一些雨勢 其他各地呢 也都是偶陣雨 明天降雨的機率 會比禮拜六多一點點 然後禮拜一呢 南部有一些雨勢 但是會緩和一點點 那禮拜二禮拜三 也是都有雨勢 但是預期呢 下禮拜 端午過後這幾天 就是雨勢 太平洋高壓再升過來 又開始主導的 這個時候 慢慢慢慢降雨的 到下禮拜二三就會明顯的一個減少當中 所以請大家注意 最近的氣候的變化 天氣的變化 是有些改變的 那今天晚上呢 各地的天氣 其實都還算還不錯 還算舒適 空氣品質還蠻不錯的 明天呢 開始有一點炎熱 29到32度 各地呢 有一些活動 不過南部呢 要注意一下有一些 可能降雨會比較多一點點 戶外活動安排上 要留意 可能遇到降雨的時候 要必要有一些這個調整的這個準備 等一下 不用等太多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那我們給大家建議 新南方的水氣還是很多 各地流域有一些局部的陣雨 這個局部呢 不是指你那個地方 是某一個地方 這個就要看當時的天氣 要監控來確定 所以請大家呢 自己可以多充實一下天氣的資訊 白天是晴朗穩定的 午後陣雨多 週日一呢 水氣會略多一些些 要稍微注意一下 短午過後到下禮拜 慢慢就會轉為 這個太平洋高壓 犧牲過來 又是一個夏季型態了 所以請大家注意最近氣候上的一個轉變 所以請大家注意最近氣候上的一個轉變